来,盯着帽来 哎呦,不是,我能聊时事就行了 你聊啥时事啊? 就是最近抖音上的热门话题啊,这些 你想聊啥?我听听 就是真的感觉到这个社会不知道啥了 其实我没有,我很爱国,真的 但是我就觉得你像现在最近发生的这些事 让我很迷茫 发生啥事呢?你怎么不瞒? 比如说 你要不开始,你就换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610事件,是不是 不知道,啥叫610 就是堂上打的那个事件吗 那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咋的了 这个事件咋的影响你啥了?影响你吃烧烤了 就是感觉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啥叫对这个社会很陌生,它是不是会普遍现象吗? 哥们 真行啊 无病呻吟吗?这不是 现实有日子过不了 有班不上 天天各家开始就一到家打开抖音开始捂胸口,胸口疼 社会很陌生 我不懂了,我看不懂了,我不禁要问了 哥们 有错查错,有人抓人 对吧?该有什么问题 当我吃烧烤了 咱就说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他有事 完了怎么证明你家楼下都有问题 就这么大人就理解不了吗?哥们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以你的学历认知 以你的能力基础,完了全国也不用发展了 全世界不用动了,因为你代表全世界人了 对吧 混吃等死,早上起来去上班一下 瞅着那个电脑屏幕,先脱衣上午 等到下午的时候再混水没鱼一会儿,老板一走 你准备下班,回家混吃等死 拿点工资,全世界也不用发展了 没好了 真行啊,你们可真行啊 这上来光光那个啥呢 光光给这 秀成志上来的,我幽国幽民了 他还得套个霸盆,爱国肯六国 哥们,那哪好啊 你说这话 你让美国情何以堪呢 美国一年因为幽幽事件 死其万多人,你让人情何以堪呢 你这俩人是挨揍 那是死其万多啊 巨鹰吗这不是,这不纯巨鹰吗 感谢文文斗奶啊 你们的说词 其实也刚刚好证明了 国内确实是现在是牛逼 打仗都陌生 没错,打仗都陌生了 整个老陈年老稿子 一天下班还得挣点 挣点外快钱 还挣三十块读稿费 我来说 我来说